陛下 臣妹是冤枉的 请为臣妹做主啊 陛下 太子侧妃李清柔求见 说是有李青铜将军 私通敌国的证据 哦 宣吧 清柔拜见陛下 这里便是李青铜将军 按通敌国大将的信件 还望陛下替我母亲申冤 李青铜你自己看看 这些信件是伪造的 没想到杨忠不但调换了证据 更是凡手围攻诬陷我 是我太轻敌了 陛下 青铜终于大出 绝没有不臣之心 李将军拿出的那些信件 根本就不是本官妹妹的笔迹 李将军都敢当堂杀了本官妹妹 若与将军相比 本官是不是也可以立刻杀了将军 陛下 母亲就是因为无意中得到了这些信件 才被李青铜诬陷 最后被杀人灭口 求陛下为清柔作主